TFBOYS撞上9% 到底谁更胜一筹? 近日,因偶像练习生大火的男团9%无疑是话题的热门。 作为今年最火的选秀节目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网友关注的焦点。 而9%的队长蔡徐坤,此前也是得到了大量的关注,微博粉丝量在短短时间内破千万。 TFBOYS也是娱乐圈里比较前辈的艺人了,作为新一代年轻人的代表,他们曾多次出席春晚,还参加过联合国活动,作为新一代90号零后的代表。 TFBOYS无疑是同龄人中的榜样。 作为国内目前最火两个的偶像团体组合,同位团体队长的王俊凯与蔡徐坤更因为撞山而登上了话题的热门,事件一出更是引起了各大网友的讨论与比较。 从图中可以看出,二人军穿棒球衫,但是风格却是完全不同。 作为公众人物,明星撞山其实并不罕见。俗话说得好,撞山不可怕,谁丑谁尴尬。 明星撞山似乎是一件很尴尬的事,毕竟谁都想作为公众的焦点,谁都不想被拿来比较。 女神迪丽热发和大长腿莫文为出席圣殿时,同穿过一样的裙子,俩搭女神对比,你pick谁呢? 饭爷和师爷也未能逃脱撞山的魔咒,看一下范冰冰和刘诗诗的对比图。 作为娱乐圈的时尚女王范冰冰可是多次与人撞山,毕竟漂亮的衣服谁都爱。 由此可以看出,娱乐圈撞山是很平常的事,可是到王俊凯和蔡徐坤这里,性质就不一样了,两家粉丝在网络上吵得可是不可开交。 从截图可以看出,两家粉丝也是互相嘲讽呀。 王俊凯与蔡徐坤出道以来本身的定位就不同,王俊凯是属于林家小哥哥的样子,干净清新的阳光大男孩,而蔡徐坤走的路线是那种有个性,性感有魅力。 从照片可以看出,两家小哥哥都是很好看的。 俗话说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对于二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比性,无非是因为他们都是话题的焦点,引起的共鸣比较大,才会导致各方的对比,讨论。 抛开这些,他们也只是普通人,蔡徐坤与王俊凯同年出身,只是月份比王俊凯大几个月,能够在偶像练习生理凭借自身的实力C位出道,与自身的努力也是密切相关的。 可能这一夜之间的爆红,引起了公众的诧异与不满,可却不能否定他自身的优秀。 王俊凯作为新一代青年的领袖人物,是很多年轻人的榜样,TFBOYS刚出道以来,也是有很多黑粉,可是他们凭借着乐观向上的精神,自身的努力,逐渐被大众认可和喜爱。 对于这些毫无意义的对比,公众还不如把眼光放在其他方面,毕竟这二人也才刚过二十,涉事未深,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孩子。